以前是让群众去证明自己 现在是我们来帮您去解决 我们要证明的这些资料 刷点40秒就可以开局 这个无法地记录证明 无证明办证有多方便 今天呢我来到了 马岸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在这里呢不带身份证 没有任何指示证明 也可以轻松办理许多事项 今天小新带你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咱们现在这个业务 就可以一地办理 只能是马岸山市民 不是有的业务是可以 跨地去办理的 有的业务呢 限于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 无法地记录证明 公安不规定 必须是户籍所在地才能开 那个临时身份证明 是可以全省全国同办的 你好 我想就是体验一下 临时身份证明 这是桌面交互终端 这主机还有刷脸模块 还有副屏 它是三个部分组成的 我们刷脸体验一下 好 我现在打算刷脸体验一下 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这么快就刷脸成功了 我们点击同意按钮 上天呈干 我们有身份证是丢失啦 背道啦 你可以选择一下 可以 忘记携带 然后乘坐火车 再点击下一步 现在是在等待的一个 对 你看时间很快 几十秒之类 我可以给你打印一封 您的临时身份证明 就完成了 这么快就完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 去乘坐火车 对 可以 那以前办理 临时身份证明 需要一个怎么样的 那你得到拍出所呀 或者火车站的 有这个窗口的才可以 现在是随时随地 在所有的配备这个 证明通设备的 政府的窗口 现在是刷脸四十秒 就可以完成 以前办理无犯罪 记录证明呢 您是需要到户籍地 或者居住地的拍所去开具 或者通过网上可以申请 网上申请需要三个工作日的时间 现在是可以在线下办 也可以在网上办 非常的便捷 除了公安系统的相关业务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住房公积金业务 也可以刷脸值办 以前需要自行携带的结婚证 不动产权证等 涉及多部门的不同证件材料 现在通过系统数据共享 都可以自动调取生成 申请人只需刷脸确认后 就可以空手到相应业务窗口办理 接下来办理什么样的业务呀 我们是跨省办理的 我们是属于那个什么 疾病然后提取公安机 挺方便的 我们公安的所有事项 应该来说都可以实现 这个无证明进行刷脸 那么它就相应 需要有对应的这个证明材料 那这些呢 我们都已经在服务室上 把它设定好了 就它只要刷脸 这些证明材料 就自动给它配比出来了 它甚至都不需要知道 我需要带哪些材料 就自动给它配比好 就是它扫了脸以后 无证明程式的这个 获取的这个数据共享信息 就直接到了我们的 公积金的信息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工作人员一看 你的这个信息已经都过来了 那么就直接给你办理业务 通过充分应用 这个大数据的后台支撑 就群众不用做任何工作 刷个脸 表一天好了 有的地方 他需要用电子签名 签个名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的免提交率 达到了90%以上了 像我们窗口之前 有时高峰期的时候 是有很多人排队的 但现在我们无证明程式 推广以后呢 几乎没有排队现象 因为效率高了 这样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满意度呢 也大幅地提升了 群众的口碑 是对我们无证明程式的 最好的一个诠释 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办事方式 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 而且还便利得更多的人 真的再也不用担心 怎么证明我是谁了